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周夫人忙伸手拉住他 走进内室 他低声地问 老爷 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 这一次咱们交交 没事 周老爷免须笑了 用什么内幕 这我明摆着吗 你忘了那风铃是什么 御史终成啊 周夫人愣愣地说 周老爷择了声 摇头提醒道 我说那个外号 鬼判官呢 对嘛 他是鬼 咱们交界可是神仙 神仙怎么会怕鬼 周夫人正正看着周老爷 片刻之后 院子里响起周夫人的尖叫 快来人 快去请大夫 老爷 老爷疯了 疯了的不止周老爷 这种话的确已经在京城传开了 朝廷官员们装论的话 百姓们不在意 他们在意的是这次事件的主角 一个外号鬼判官 一个则传说为 李道祖真人神仙的清传弟子 一个仙 一个鬼 都说 人欺不得鬼神 所以 这成娘子一直所向披靡 事事化险为夷 得如意 但鬼神之间呢 谁能欺谁 谁更厉害 这下有好戏看了 肯定是神仙营 那可不一定 神仙也难免被小鬼欺 更况且这个神仙还是个小女子 人都说了 大理寺已经去抓人要过糖了 真的假的 听到这里 小丝咋也听不下去了 扔下茶钱急忙忙的跑出茶寺 一路骑马出了城 来到一片宅院前 家里的一个小丝问道 士叔 又去哪里玩了 被换作士叔的小丝 脸色焦急的说 玩什么玩 正娘子又出事了 又出事了 这才前后脚一天不到 是啊 我也吓到了 我去告诉公子 士叔一面看向不远处的宅院 撒嘴要跑 却背着小丝一把揪住 士叔 你先别去 急吼吼的说 昨日你急吼吼的去说 太后要让承娘子嫁不出去 不是被公子嘲笑一通吗 说太后怎么做 反而是承娘子的好事呢 要庆贺的 还说了小事 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可是这次不是小事 哼 那是要命的事吗 公子不是说了 只有要命的事才能告诉他 小丝哼了声说 说完 确信士叔重重地点头 真的是要命的事了 秦始三郎放下手里的书卷 皱眉问道 杀头 谁要杀他的头 冯林 鬼判官 冯林 冯林 他从哪里冒出来的 冯林是查太苍鹿转运司连岸的那个 被陛下捉身为御史中成 我当然知道谁是冯林 我问的是 冯林为什么要杀他的头 是 查管里的人说 鬼判坐在路上与成娘子擦肩而过 一眼就感受到妖气 所以就上书皇帝要诛杀 查管里人说的 你是没脑子还是没腿啊 不会去问问家里吗 不是知道公子你担心 不是公子你说了 一有成娘子的消息就要告诉你 不是怕你着急担心 才急着来说的吗 士叔很委屈 忙爬起来 小的立刻就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问 自己去问 还没爬起来 秦始三郎就已经先站起来 大步向外而去 这么大的事儿也是应该去问了 士叔忙爬起来 看到一旁挂着的外袍 忙抓起来追出去 公子 你没穿衣服 秦始三郎在街上收马 放慢速度 视线看向一旁 小丝立刻说道 公子 我去叫门 先不容易去见他 我要先知道怎么回事 小丝催马 就要向玉带桥边走去 秦始三郎叫住他 催马急驰而过 小丝忙跟着 秦始三郎并没有在家 秦始三郎又急忙赶往官厅 见他过来 秦始三郎一点也没意外 他还笑道 来得够快呀 我以为你这与世隔绝 怎么也得再晚两天才知道 父亲 这次是因为什么 又是谁在背后有所求吗 秦始三郎摇了摇头 这次没有人有所求 只是风铃尽责 秦始三郎面色凝重下来 秦始三郎点点头 秦始三郎说道 嗯 那就难办了 风铃齐身正 一向严于律己 严于待人 如今又身为御史阎官 论事不论人 他如今论的事论的人 都是出自职责 非是为了个人私利 这样的可真是不好应付了 秦始三郎放在膝上的手 攥起来 低声说道 我就说 他就不该与皇亲交往 都是那句不时尚人听的轻音 舍得麻烦 一再一再地化解有关神仙弟子的传言 师父也找到了 神兵利器也造出来了 也没有再治病 自阳明士林 百奇寿字 遵从圣人之道 一切的一切终于回归大道 却不想 偏偏 静安俊王冒出这么一句话 他以为他新鲜 他觉得他好奇 就可以随意出言说笑 他说的轻松自在随口一句 却不想他一步一步走得有多艰难 他们不在意他 他又能怎么样 只能也不在意他们 无奈之人 只能认了无情之事 秦始三郎起身站起来 掉头就走 骑士讲喊道 十三 你要做什么去 我要去问问风鲤 你去问他 你有什么资格问他 你连秀才都不是 靠着富足的英容 得以参加科举 你有什么资格 去跟一个御议室言官论证 尚未入室 就要被扣上一个 霍乱超纲的名头吗 你这辈子就别想入室了 这辈子都别想再帮他说话了 秦始三郎转过山 那父亲 您现在能帮他说话吗 我当然了 你且放心 他丢不了性命 不过是有些麻烦纷扰而已 最多离开清城回江州 凭什么他没有错 要被人赶走 要走 只能他自己想走 他的麻烦太多了 这不应该 不应该的 这世上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你应该去读书了 如果你想让他这些不应该将来少议兮的话 想要为他说话 首先你要保证自己能够站到这个位置 否则 只是添乱 现如今不是当初人躲在背后算计 所以你们也可以躲在背后算计回去的时候了 大家都站在明面上 罗对罗 鼓对鼓 堂堂正正的应对 这可不是撒泼打滚 山峰点火 吵闹几句 就能了得的 是 还是知道 那就拜托父亲了 秦始讲点点头 看着秦始三郎转身而去 这一次马儿又在玉带桥边提下 小丝盲问道 公子要过去吗 反正他从来没有主动找过自己 那就还是他主动来找他吧 秦始三郎点点头 催马向前 门很快被敲开了 守门的小丝 失礼说道 是秦公子呀 你见娘子呢 娘子出门了 这时候还出门 果然还是他 秦始三郎微微一正 全集又笑了 陪着大娘子他们去城外太平居了 大约晚间才会回来 秦公子有什么事留个话 或者小的去找娘子 士气避避了吗 只是太平居里 可能太平 冯判官说了 这城娘子 某子黑手白多 身乱天下之下 得了吧 一个小女子而已 又不是出将为相 怎么乱呀 这鬼判官是见鬼 见多了 一清一炸了吧 话不能这么说 要知道如今这城娘子的威名 可不亚于出将入相了 又能造出马蹄铁神笔宫的义兄 还靠着一手悲体 以及百奇寿字 在士林中 也不得一个先生的称号了 还会起死回生 一个人竟然如此厉害 近乎妖 我才不管她是人是妖 我就想要再吃一碗冒原山酒 她要我干啥我都肯 这边说笑 果然有人举起手喊店家 来碗冒原山 厅内的伙计笑着摇头 答道 客官 这里没有的 这太平居不是长样子的吗 怎么没有啊 多多苍藏的有什么意思呀 要是什么 要多少钱 开口说嘛 那人喊着 带着几分不满 店伙计只是含笑说抱歉 没有回答别的话 那人哼声说道 鬼鬼怪怪的 怪不得判官 要砍了你这东家的头 一个伙计 面色本来就不好看了 听到这句话 将手中的搭布一扔 就要上前 却被另外一个伙计拦住 另外那伙计低声说道 掌柜的吩咐过 你可别有事 这个伙计 生气的道 现在是他们有事 那伙计 低声欠道 掌柜的说了 咱们既然开门做生意 就不能不让别人进 也不能不让别人说 说到这里 看到门外有人进来 他忙推了推这个伙计 迎客 他说着一面自己含笑先迎上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 面带风尘的年轻男子 站在门外 神情有些古怪 并没有看向室内 而是四下打量 他喃喃地说 这么大的变化 都又认不出来了 伙计一眼扫过 立刻辨认出 这年轻男子的身份 这些日子常见的一类人 进京赶口的学子秀才 看来 这也是三年前来过的 所以才会发出这个感叹 电火就笑了 秀才 你说的是曾经的最凤楼 现在早就换了东家了 如今叫 太平 他的话没说完 就见那秀才 抬头看着门边上的字 念道 伙计笑道 对对 叫太平居 秀才 您瞧我们的字不错吧 字是不错 年轻人点头说着 目光落在字上 还有更好的字呢 秀才 您先在我们这里 吃碗太平豆腐 来一碟果子配茶 吃一锅乐得自在 暖暖呵呵的往城中去 就在路上 拐个弯 去那启铃寺 看看那提毙五字 烧一炷香 出来静止穿过城门 城中的繁华 且先不要忙着看 直奔东门去 出城十里 就看到冒云山墓地 就可以看眼被闻 这才转回城中 天也就要黑了 最热闹的大街上 寻神前驱 来一套过路神仙 这京城的日子 就热腾腾拉开了 保证秀才疲惫顿销 精神满满 高中金磅 好好 怪不得生意如此好 你们好口才 这一串脆溜溜的话说出来 年轻秀才哈哈笑了 店伙计笑着失礼 大大方方的谢过秀才功夸赞 他笑着一面侧申请 大厅还是包尖 大厅热闹便宜 包尖自在多费几个钱 年轻秀才却是微微笑 我要见你们掌柜的 伙计一愣 我姓韩 宿州韩军 走廊里一阵脚步急响 门旋即被拉开了 韩元朝抬头看去 见一个中年男人迈不进来 似有几分面熟 那男人一脸惊喜 攻身失礼喊道 真是东家 东家您来了 韩元朝还笑起身 看着这个男人笑了 不敢不敢 原来领馆是已经做了掌柜的 恭喜恭喜 这便是三年前 去韩家送红利的男人 他文言笑了 再次的恭敬的失礼 多谢东家抬举 已经想着东家要进京了 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韩元朝文言有些意外 这个不用 我已经寻好了住处 东家 这是见外了 东家 您读书要紧 但不知道要不要看看账策 林掌柜笑着说 一面又忙将手里的账策推过来 韩元朝含笑摇头 他从袖子里拿出一张飞钱券 放在帐策上 一并推过来 不能说见外 这是三年的红利 共计三万两千贯 另加了三年的利息 大约有五千贯 掌柜的 你点查一下 林掌柜一愣 什么意思 我是来慈续太平居东家的 门就在这时被拉开了 带着一脸惊喜的笑 跑进来的半情和婢女 顿时愣住了 婢女又恢复笑容 说道 韩浪静 你又说笑了 韩元朝抬眼看去 看着这个盈盈迈进的婢女 跟三年前的模糊记忆除河 她起身寒笑说道 姑娘 许久不见了 韩浪静 你可别闹了 金子也可以爱财啊 取之有道就好 姑娘说的是 君子爱财 但要取之有道 所以如今韩某不能去了 婢女一正 听出这话的不对了 她似笑非笑地问道 韩浪静 你该不会听到了些什么 所以 要避祸了 郎君 不是那样的人 韩元朝还没说话 就听有另外的女生说 她的视线落在婢女身后 剑也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 见她看过来 丫头冲她一笑 似乎有些肯定 又似乎是期盼 她再次说 郎君不是那样的人 韩元朝低下头 又抬起头 韩某 不是壁祸 韩某只是 原本认为 能脱口而出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这个小丫头 突然 有些难以出口 但是 她还是说出来了 韩某只是 不与 非君子教 此言一出 婢女脸上的笑 彻底的没了 她慢慢的迈进来 摆了摆手 一旁林掌柜 忙低头 快步推了出去 拉上了门 婢女问道 韩郎君 你这话什么意思 姑娘想必也知道 我做这个太平区的东甲 做得莫名其妙 直到今日 我才知道 原来鬼东甲 是成家娘子 所以 韩郎君 还是因为如今的传言 韩元朝点念头 深情淡然 也可以这么说 听到的传言 也知道很多事 所以 才做了这个决定 不过 我不是怕什么祸事 怕什么被牵连 我只是不赞同 不认同 不惜贵住的形式 所谓道不同 不相为谋 半情 颤声说道 我家娘子 什么事都没有做 我家娘子做的事 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 我 我家娘子是好人 我没有说你家娘子不是好人 你家娘子是个好人 要不然 也不会当初 仅仅看到我出颜为乎 那个厨子之妻 就送我一分红利 不 不 不是 韩郎君 不是这个 半情连连摇头 急步上前 婢女伸手拦住她 神情梦然 看着韩元朝 好人 有很多种 很可惜 你家娘子的形式 与我韩某道义不同 还请姑娘体谅 我家娘子 形式怎么了 竟然让韩郎君 如此嫌弃 婢女抬着下巴问 韩元朝笑了笑 说道 这话说得也不太好吧 画心捉襟废书 被割洗 韩郎君 也总得让我们知道 我家娘子 怎么就非无有吧 成娘子 为义兄申冤 为何不直接上神秘宫 反而先去民众殉情 在天子面前 拒绝父亲 共赏完 高谈不是给人听 又是什么道理 这种问题 伴琴可答不上来 她颤伤地说 我家娘子这样做 自然有这样做的道理 婢女拉住伴琴 抬起下巴说 我家娘子做事 只凭本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heir stubborn ми个 WEO 在这边 臣子带 gover 她 Robinson 像战一样堅 Ś